白百合火出圈的大暴剧 《失恋33天》导演藤华涛 也是混金圈 可以说从出道到走红 白百合搭了不少老公的人脉 夫妻二人一个在歌唱界大红大紫 一位影视界新晋小花 都是实力派 低调不做作 被称为模范夫妻 到了2015年一纸禅时间爆发 把两人破败不堪的婚姻权撕破了 白百合清纯色爽的大妞形象彻底崩塌 严重影响了事业 事后陈宇凡是受挫好男人形象 宣布退圈 醉酒砸狗在车窗 大土苦水 家丑不外养 你理解一下好吗 换成你媳妇 你绿帽戴成这我为人 出生那么多年 眉牙白百合 我没有脏身 白百合则发文称 两人早在2014年就感情破裂 2015年已经离婚 为了孩子一直没有公开 关键是两人离婚时期 在综艺秀恩爱 妥妥为了捞金 欺骗观众感情 参加跑男泼水游戏环节 陈宇凡说 我媳妇在我绝对不泼 撕名牌环节 白姐对宇凡说 老公扶我起来 我们以后还得要妹妹的 再到后来 事情有了多轮反转 原来是陈宇凡出轨在先 在2013年的时候 就有了新欢 还被警方通报息至此 两人缘分断了 宇凡也彻底告别了娱乐圈 白百合试图复出 寻找新的方向 靠一品出圈 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但白百合演戏方面 差强人意 有过五点新闻 再加上了他擅长的恋爱小妞时代也过 转型新的系路 水土不服 远的警察跟歹徒打斗 像是在教训渣男 又没了老公的金圈资源 她的新剧质量肉眼可见的下滑 尝试多个系路都不被看好 评分没及格过 让阿美想起了两人同样靠老公 在各自擅长的领域 混得风生水起 离开了老公掌握的资源 事业瞬间下滑 虽然白百合演技比强很多 但也没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 也没有见起属于自己的脑部的护城河 最终只能在大众事业里慢慢消费 不过人家都已经财富自由 子女双全了 对自己的人生有足够的话语权 怎么活都好 谁也不能一直处在事业巅峰期 尤其有活才是人生常态 现在他们都在慢慢不断摸索出一条 真正是个自己的路子 就算没成功 也是人生赢家了 咨咨咨咨咨俩